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六周选举竞选期进入了倒数一个星期 那首先安华昨天旋风式走访吉打 第一站就指导吉打看守大臣沙努西的地盘 仁纳里州议席底下的肯直区出席一场大兴的嘉年华会 那吸引超过上千人共襄胜举 到了晚上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了这个吉打南部古邦州席 为团结政府造势活动助阵 爱华在演讲当中表示 尽管有人质疑他反吉打 把中央的资源都给了西蒙跟国阵执政的这个州属 但是他强调自己是大马首相 会公平对待所有的州属 他还举例他关注吉打州的发展 那所以呢才会把德国半导体公司 英飞林科技300亿令吉的投资 带到了吉打居邻高科技园 预计能够为当地人民创造数万个就业机会 为了阻挡绿潮继续壮大 首先安华昨天化身超级助选员 指导国盟大票仓 也就是吉打看守大臣沙努西的选区 仁纳里州一席底下的肯直区 为团结政府的候选人造势 安华在活动上强调 他将继续管理好联邦土地发展局 直到肯直民的问题获得解决之后 才交由其他内阁部门接手 如果有关事与众和我 相信我和我会尽管 我会尽管成功能 但因为世界中的整合区 而是因为我们的支持 能力 ít抗揚继续 那么我愿意 要做分别的 我愿意 在新加坡 直到新加坡 有了安华的強力助攻 西蒙與國鎮聯軍晚上在 擊打亞羅斯打和古邦 舉辦的造勢活動 一共吸引了超過8000人出席 現場可見藍紅相應的支持者人潮 而安华在亞洲演講的時候 也將炮火對準殺努西 指他倒采稀土 但卻惡人先告狀 反過來將首相和印尼富商 觸見擊打州蘇丹的課題政治化 直接說向長者的 做啓動 有關於我們的訓練 自眠心的的 力度 健康社會 或是生長人的 是那種正如大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